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板你好 现在跟你报告一下近年的公司营运状况 经由PCA组成分分析后 我们得知Allist的商品主要分为三大群 其中右边红色族群的特色是 产品数量越多 营收与销售量也会呈现正相关 因此我认为这对卖家和Allist而言 将能创造稳定的收入来源 因此我将针对该群商品进行分析 在抓出12项明星商品后 由这张图可以看出 明星商品内也可以再细分成高营收 高销售量的热销商品 以及低营收低销售量的普通商品 但是重点来了 可以看到热销商品的评分相对较低 因此我们左手来探讨原因 由相关性分析图表 我们可以看到 明星商品中跟评分等级呈现 附相关的主要参数为 总运送时间以及delay比率 可以推论说 评分低的主因就是物流处理时间太长 导致买家不高兴 再由各类别明星商品的物流处理时间图来看 物流处理时间会被拉长的原因 主要都是来自于商品由卖家出货后 抵达买家手上这中间所花费的运送时间太长 因此发生以下单物情形 可以看到明星商品中的 请聚用品以及 美妆保健品单物情形 发生的次数非常多 不到两年的资料中 就发生了超过750次的delay情形 结合上面的图表 我整理出了物流绩效与评分的相关图 可以看到物流处理总时间 与delay比率呈现正相关 并与买家评论分数呈现完全复相关 接下来这张图表示买卖家的分布图 可以看到卖家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 而买家的所在地相当的广泛 因此单物情形的订单运送路径 主要都是从东南方出发 然后送至相对较远的买家 也因此我们团队想出了几个解决方案 由于我们公司目前的物流 都是外包给其他物流公司处理 资讯相对不透明才会导致单物的情形频频发生 因此短期可以透过直接建立或整并现有的物流公司 达到直接由公司主导物流技巧并改善运送时间 中期可以建立多个集运仓储中心 增加能够暂时停放货物的仓库 进而节省物流时间 也可以引入如i邮箱或是与便利商店合作 发展商品点到点或电到店的服务 也能够让买家追踪物流的进度 退换货也相对方便 长期的话引进新兴技术与设备如Amazon 仓储使用的机器人的活动货架 增加物流中心内部人员独立作业的效率 处理完物流的策略后 我们团队整理出了产品行销的资料分析 由顾客一周七天的下单时间热图 我们可以看到下单的高峰在平日下午的上班时段内 可以推论上班压力大导致需要逛网路购物来输压 因此我们可以针对上班族举办平日早上的限时活动 或是限时的折扣活动 以及发放同事间的团购折扣码 进而增加不同时段的下单率 针对整体会员较少下单的六日 举办Olist会员日的折扣或抽奖活动 并侦测夜猫时段的折扣 增加顾客停留的时间 看越久就有可能买越多 接下来可以看到一年12个月下单时间热图 可以看到购买高峰在11月24日黑色星期五这天 因此我们可以拉长黑五的促销时段到整周 或是每季都找一个星期五来举办 超级星期五的折扣活动 而我们最后再拉回来明星商品的下单热图 有图表我们可以看出来推测2月的开学季让电脑周边产品下单暴增 因此我们可以在2月举办3C购物节 或是学生笔电优惠等 推测因为12月的圣诞节导致玩具商品下单暴增 因此可以推行玩具满额优惠及礼品包装零元优惠 再来我们看到明星商品的周热图 我们可以看到各周对于不同商品有不同偏好 因此我们可以由公司资讯研发部门结合搜寻引擎第三方Cooking 针对不同周做出推荐搭售A加B的方案 增加商品的曝光度 圣保罗人口密集推测是因为没地方种东西 所以基本上不需要园艺工具 人多需要很多寝具 可以强调建立温馨居家风格 养一株小植物让家里增添绿意 或者小菜园 因此可以推荐用户买床组 在加购盆栽加工具就可以得到优惠价格的方式 其中盆栽最好是繁殖力很快的 需要一直换盆栽的大小 并且如果可以找到当地连锁的园艺工具行 让他们进店消费或是得到该店的折扣码 看越多买越多 可以看用户买什么样类型的电话 例如上途的电话走的是工业风 那就可以推荐用户选择适合搭配小桌子 但因为桌子价格比较贵 因此需要透过折扣来提升买气 国南物科气候炎热推测美妆保养品类的销量高 就是因为如此 但由于一般家庭用品单价较高 如锅子很难相互提升买气 因此比较好的解决方式是 透过满额的方式给予折扣优惠 或是加购换限量商品 或者走高档路线 孝心方案 像是现在母亲节快到了 就可以买贵贵的保养品套组推荐漂亮的厨具 在分析之后我们整理出三个可行的方案 一 明星商品评分较低的原因为 物流处理不当 解决方案为 整并物流公司 或建立自动化急运仓储中心 二 整体订单销售策略 依照一周时间点推行免运或折破活动 或拉长黑舞的优惠活动 或增加更多黑舞 三明星商品的行销策略 依照大节日执行不同商品的优惠计划 如二月举办3C购物节 依照不同州推送不同的商品广告 采用A加B搭售方案 增强商品的曝光度 以上就是我的报告 我刚刚真是报告的太好了 老板看起来超满意 你的点子真的是太棒了 用月星22可以买你 让公司发大起来点子 实在太划算了 睡着了 我的报告呢 我还是能纳一路巨 要是不是 你 喝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